大選倒數 現在熱門的話題當然就是 特不特赦陳水扁 之前在總統大選辯論上 也是雙英的重要話題 也成了國民黨主攻的戰場之一 強調扁團隊又回來了 不過從前天開始 在台北還有台中市區 其實發現有陸續出現 用選票特赦陳水扁 這樣的一個廣告 呼籲特赦阿扁嗎 而這樣的廣告到底是誰做的 完全沒有署名 誰製作的 藍綠陣營都已經一概的撇清 馬總統在兩次總統辯論會上 都親自詢問民黨主席蔡英文 如果當選總統 會不會特赦陳水扁 而最近在台北市 就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廣告 用選票特赦陳水扁 引發關注 以綠色為底 還有特赦陳水扁的字眼 乍看之下 這個廣告很符合 部分深綠派系的政治正確 但卻完全沒署名 是哪個團體的創意 刻意留白 反而令人呼籲 但從12月26號開始 在台北台中 都有匿名人士打出 用選票特赦陳水扁的廣告 平均一幅30萬 這些有心人至少花了上百萬 把阿扁跟民進黨來綁在一起 然後從中來做一種 選票上的一個獲利 想也知道是誰 不要第一個疑神疑鬼 第二個不要凡事都陰謀論 民進黨會做的事情 不代表別人一定會跟著這麼做 所以呢我們對這件事情是 總部這邊是完全無所惜 誰是廣告主藍綠都撇清 但特色扁字眼在都會區 裁判評估對小英有些影響 麻煩者保持距離 繼續提醒選民 小心阿扁們 又復辟 中心環球綠橋 特皮報導